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爆笑双播小说 我的微信连三件 作者 狼烟 演播 幻音空 妙儿姐 后期 聚姐 第五十章 女鬼不能惹呀 哎 怎么回事 过了好一会儿 林海一点不适感都没有 我擦嘞 不会扎错了吧 伸手捏了捏 哎 好舒服啊 今人的身体不该是硬邦邦的吗 林海睁开眼睛 哇靠 这是什么情况 眼前一片黑色 你妹的 黑无常 林海吓了一跳 林海又是一阵作呕 想一想 都恶心啊 你这个臭混蛋 快把你的臭崴子给我拿开 一个气急败坏的女人声音 传进了林海的脑海 那你 什么情况 林海四处张望 根本就没有女人呢 哪来的女人声音呢 气死我了 你再不拿开 我让你下十八层地狱 愤怒的女人的声音又一次传来 我擦嘞 不会是这个黑无常吧 你妹的 啊 这个黑无常是个女的 林海反应过来 这个声音是从意识里传来的 那说明对方应该是个鬼 可是鬼 可是鬼的话 眼前就黑无常一个 没有别人呢 不是吧 自己摸了女鬼 林海心中就想着呀 混蛋 我要杀了你 女人的声音更加愤怒了 快 赶快 把这个神情病给我推出去 林海之前出现的太突然 手术室里的人 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 见林海推开了院长之后 就猫着腰 手里拿着一支金针 在那里发呆 顿时都快要气炸了 现在是抢救肖老最疼爱的孙子 居然有人尽量捣乱 这要是传到肖老的耳朵里 他们谁也脱不了干系 几个医护人员过来就准备 将林海赶出去 等一下 我是来救人的 肖老让我来的 林海赶忙将肖老搬来出来 这 医护人员一时间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呃 院长 肖老没有生命气息了 就在这时 一个医生焦急地喊 呃 呃 呃 什么 呃 快抢救 医生们也顾不上林海了 纷纷围到了手术台前 我去 快闪开 林海这才想起 自己可是来救人的 眼看肖义的灵魂 已经离开身体了 蹭了一下 林海将金针 从黑股上的屁股上 就拔了出来 一个剑步就窜了过去 将眼前的医生 给推了个跟头 照着穴位就扎了进去 金针入体 肖义的灵魂被定住 无法飘荡出身体 原本已经没了反应的仪器 又滴滴滴地响了起来 见人救了过来 林海也松了一口气 哎 这次施展金针度魂 怎么没有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呀 林海都已经做好了受罪的准备 结果啥是没有 顿时心情好得无法形容 他哪知道啊 楚灵儿这次根本就没有过来和他争夺灵魂 自然不用说那种苦了 不是不想夺 实在是楚灵儿已经被欺懵了 人暂时死不了了 至于后面的抢救 不用我多说了吧 林海背着手装作很酷的样子 哎 咱们人理我呀 难道哥哥我的样子太酷了 他们都傻了 开头一看 我靠 真的都傻了 只是不是看自己看傻了 而是盯着床上的萧毅傻了 哎呀 员长 这 命悬一现 就在断气的边缘 偏偏又断不了 真是太神奇了 哎 怎么一个上来说公话的都没有啊 太没有成就感了 林海忽然觉得 军方这些医生很不会做人 那个金针 千万不能动啊 林海很不爽地交代了一句 哎 怎么这么冷啊 林海转过头 就见一个妖艳到极致的女人 几乎贴着自己的脸 正用杀人般的眼神盯着自己 卧槽 什么鬼 林海吓得赶忙后退一步 楚灵儿两眼冒火 忽视忽视地喘着粗气 胸口因为生气 不断地起伏着 本来楚灵儿在江南市 一边搜索着 施展金针度魂之人 一边游览着人间的美景 这可是公费旅游啊 楚灵儿十分享受现在的生活 可偏偏千里之外的眼睛 一个人熊突然即将死亡 生为人熊 死为厉鬼 这种人熊死亡 普通的公婚使者 来上一百个也是白给 可是高等级的使者 本来就少 人手根本分配不过来 如果不在第一时间 将人熊死后的魂魄锁住 后面再想抓他 那可就难了 无奈之际 楚江王正好想起 自己女儿楚灵儿正在人间 于是给楚灵儿发了信息 让他暂时做个兼职 帮着把人熊的魂魄给锁来 楚灵儿对此倒没啥意见 披上了黑无伤的行头就出发了 就当来眼睛旅游一圈了呗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就站在人熊的面前 刚准备拿出铁链子锁魂 结果屁股似乎被针扎了一下子 下一刻自己居然被定住了 就在极端惊恐之际 自己半边屁股 左半边竟然被人使劲地捏了两把 在自己发出愤怒的声音之后 对方居然很无耻地 再次拈了两下 虽然身体动不了 但是楚灵儿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 这里肯定有一个通灵之人 能够看到自己 先施斩密法 将自己定住 然后又明不张胆地猥亵自己 自己堂堂提府公主 居然在阳间被人摸了屁股 楚灵儿心里是幽气 又害怕 现在自己可是一动也不能动啊 万一这个混蛋又是色中恶鬼 把自己 那自己怎么活啊 楚灵儿都快气哭了 不过还好 时间不长 灵海就将针给拔了出来 楚灵儿恢复了自由 这一下 楚灵儿怒了 心中发誓 不管是谁 都给老娘下十八层地狱吧 回头看 就见灵海 正将一只金针 扎入了萧毅的身体 见此清景 楚灵儿哪里还不明白 灵海正是施展金针渡魂吗 用脚后跟的村也能想到 眼前这个人 就是自己正在寻找 坏了自己两次好事的那个混蛋 这真是前世的冤家 金世的仇人呢 得嘞 心仇就恨 一起算吧 哼 混蛋 哪里来 楚灵儿娇和一声 伸出手 朝着灵海的脖子胸弯地抓来 我才嘞 灵海已经离得太近 那楚灵儿的速度又快得无比绝伦 灵海现在的实力根本就躲不开 砰的一下 躲无可躲 避无可避 灵海直接被逼到了墙角 完了 完了 灵海心中一阵绝望 闭上了眼睛 好朋友们 本集已经演播完毕 更多精彩内容 喜马拉雅搜索 幻影空啊